中国安徽 青山绿水 做菜讲究一个旧地取材 自然添赐 灰菜 外似粗朴厚重 内蕴至柔至精细的道理 一是重色 灰菜讲究十进五味 二是要重油重味 用油烤酒 讲究调味 三 乃极重火功 小控火候 注重调制之功 我破杯 为什么啊 这个色彩 潮潮鸡请慢用 这鸡是好吃的 这鸡为什么叫曹操鸡呢 这个我知道 要说这道菜得从三国时期说起 那时的合肥叫卢州乃兵家必争之地 曹操大军南下征服孙吴之时 路过卢州因过度劳累 潮潮头痛病犯了 乌我病在床 请问先生 丞相好些了吗 夫人切莫心急 丞相操劳过度 还需好生调养 如今合肥战事紧急 敢问先生有何良策 所谓衣食同源 药食病重 丞相若能以食养生 以形提补 获有奇效 这是马神医特制的药善心 成相银肠 好热 好吃 不出树日 曹操便康复了 从此以后 不论身处何地 只要有条件 曹操都要吃这种药善鸡 于是 这药善鸡 便叫曹操鸡了 后来 这种既有营养价值 又可防病 治病的菜肴 渐渐传开 曹操鸡在合肥地区 很快流传起来 最终成为了合肥 我已经十大名菜之一 肥地区 无论